歡迎收看 心靈進去 實在有夠讚 心靈進去 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林葉婷 吃到從台灣渡海而來的 紅燒蹄膀 實在有夠讚 漂亮 好像發米娃 很開心 讓老公喝了 會彈彈的番茄牛肉 馬鈴薯湯 實在有夠讚 各位 美食健康操 開動囉 4 1 2 3 4 很容易 真的 軟軟了 有 先讓妳動一動 等一下就可以有胃口吃東西 謝謝 剛剛葉婷姐說 從台灣渡海來台的紅燒蹄膀 什麼時候 我小時候在日本念書 其實留學的時候 最想吃的就是 而且捨不得買肉 肉都很貴 然後即使你想買肉 你也燉不出媽媽的味道 對 這是真的 所以其實媽媽就看 爸爸有時候要到日本出差 或是阿姨要到日本來的時候 都會燉一個紅燒蹄膀 然後他就把它冷凍起來變一個大冰塊 然後就這樣子帶來日本給我 好棒 然後你在吃的時候還不捨得這樣整個把它 就是整個一次一次滷 然後你就把它切好幾份 慢慢吃 對 慢慢吃 然後冰一小坨一小坨在冰箱 真的 然後你在吃的時候 你還要把那個肉汁 那個湯肉湯 然後你還不捨得就一下這麼原汁 還要稀釋一點 就捨不得 延長吃的時間 對 懷念媽媽的味道 飄陽怪的來 對 這幸福 幸福 好 像秀琴姐 秀琴剛剛說 喝了會讓老公 鑷鑷的番茄馬鈴薯湯 這是男生的佳音 因為運動員他就是需要爆發 對 這個精力湯運動員 老公牛肉對他們的身體 各方面都是一個力量 沒錯 補身體用的 補身體用的 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帶來很好吃的料理 沒錯 不但可以補身體 還可以補精力 好 那我們馬上來進行我們的 美食咕咕樂 多少錢呢 四方豐肉 我們要上級我們的美食小天 是小天上菜了 好嫩喔 我們的四方豐肉 是我們的平松放山豬 已經要兩百塊左右 使用我們的純黑豆釀造的醬油 200CC就要120元 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要花多少錢呢 這個才對 因為他是你的朋友 沒錯 算八百九 八百九 有這麼高嗎 八百九十塊錢 可以再低一點點 我覺得要砍半 五百 五百 八百塊錢 八百你再低一點 你想想看 488 488 488塊錢 放的價格其實算很合理 而且他剛好推到我們這邊來了 而且葉婷姐是不是 真的看很多東西 是的 恭喜我葉婷姐 麻煩你再低一點點 你看到那個端的程度 知道了 你猜多少 快猜 我猜 四百五 四百五 你猜四百五十塊錢 我看您是二百五 麻煩再低一點 再低一點點 你到底是不是他的朋友 就請就嗨了 就是你的 我要吃 原住民 我猜 四百二十九 什麼 還有這麼奇怪的數字 我看製作單位 一定會是給你那種 很奇怪的數字 原住民的這個靈感 四百二十九塊錢 四二九 而聽起來也滿順 但是四百二十九又好像 很乖乖 為什麼多了一個九十四百二十九塊 恭喜你 恭喜我的秀儀的單位 對 九十四百二十九塊錢 是 這錢好厲害 這麼一大塊有沒有 真的是會痘的 好乖 是我們的屁東放山豬 是我們道遠的Fland 對 來來處理一下 各位 在處理過程跟他報告一下 剪的嗎 我來幫你處理 我剝一頭絲 刀子立下去 瓜哥 不怕 我覺得都是滿滿的膠質 對 對不對 它上面好像一個果凍 非常地漂亮 好不好 真的要去 請慢用 膠原蛋白 是的 天然 你拿就快融化了 你可以先吃一口原味 然後再搭配我們就 比較細一下 這29是怎麼來的 化開 入口即化 不用咬 用寒的 含著就用 它好像有瘦肉 有沒有 這三豬一斤120塊錢 不便宜 不賺200元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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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入口即化 那個肉質很嫩 很鮮嫩 搭配我們的掛刀 而且還要旁邊的這些佐料 剪刀 你看 它根本不需要剪刀 用筷子一夾就剪刀 它真的很懂 它會加那個酸菜 過了一點 才是重點 我的天 這個厲害了 可以撈一點 配個菜 會 然後你看這個感覺 有上去了 爆炸 你看那個前面 感覺就鼓勵我 我讓我們吃一下這個 其實真的對皮膚很好 吃了 沒有錯 在這個小菁姐享受的同時 我們恭喜她得到一個讚賜 謝謝 好 馬上進行我們的 有夠讚美食秀 有夠讚美食秀 所以今天有夠讚美食秀 還要為大家介紹的大廚 她有美麗的頭銜 在2009年世界 廚藝邀請賽的冠軍 上海的食神正辦賽 金牌獎之外 還有 有台灣食神之稱 海的 讓我們歡迎洛師傅 好 好 洛慶和師傅 廚藝經歷二十一年 曾獲世界廚藝邀請賽冠軍 有台灣食神之稱 拿手好菜是養生創意料理 今天的料理很特別 很特別 我們做一個 玫瑰牛肉櫻花蝦捲 好漂亮的名字 玫瑰怎麼會跟牛肉遇上 對 又碰到了櫻花蝦 櫻花蝦 整個都像說日文的 對 早安 對 好像童話故事一般 這道料理 真的很創意的一道菜 可是也是很簡單做的 好 今天精選食材 由上登黑豬梅花肉 美國籍黑牛 東港櫻花蝦 紅黃甜椒小黃瓜及紫洋蔥 鮮甜蟹肉棒 土雞蛋 新鮮的羅曼葉 桑勝醋 純釀醬油 以及讓你驚嘆的秘密武器 再做這個料理 很簡單 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先切生菜 好 那生菜你就直接頭把它切掉 好 把這梗的地方去除 對 然後就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唉唷 手法好俐落 把氣直接丟進來 開完現在 實在是除繩 對 先把菜的丟進來 等一下我們最後一掰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 我們要讓它好看 切後面這裡 不會浪費 好漂亮 好像幸運草 對 真的很漂亮 這是真的很幸運 等一下阿龐 你的胸前那個是 青椒 有沒有 你那根紅椒很配 沒有 這個會比較小 它就是要這麼輕鬆 這真的假 對 然後切的時候要有一個技巧去 不能直接皮朝上 要皮朝下 然後切的時候 就慢慢地把它切開 把它切成絲 切的時候就慢慢地這樣子把它切 這個刀光很好 盡量切薄一點 好細喔 對 而且切得好輕 你有沒有曾經切過手 有 這個手切斷了 然後長出來了 真的有 真的好厲害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師傅 像我們把青菜切完之後 先擺放在這邊有沒有 待會兒要做料理 可是有的時候時間一過 它就會這樣 冷氣 冷氣 對 我們現在就是要出一個祕密武器 怎麼樣才會讓它冷氣呢 請問 蔬菜經過刀工處理後 浸泡在什麼液體中 可以保持它的脆度跟甜度呢 1 礦泉水 2 冰塊水 3 食鹽水 三組請搶答 艾成導演 我這個是壞掉了是不是 艾成這個 食鹽水 錯 錯 這個我有研究 你又有研究 礦泉水 意見分歧的艾成機道遠 答案究竟是什麼呢 觀眾朋友 你 蔬菜經過刀工處理後 浸泡在什麼液體中 可以保持它的脆度跟甜度呢 1 礦泉水 2 冰塊水 3 食鹽水 3組請搶答 艾成導演 這個是壞掉了是不是 對 食鹽水 錯 這個我有研究 你又有研究 礦泉水 因為礦泉水裡面 富含著豐富的礦物質 它跟青菜會有化學的作用 除了有礦物質 而且還有衛生新鮮 沒有別的細菌 沒錯 所以把它切放的時候 我們來料理更方便 請問一下艾成導演他們答對了嗎 恭喜你 答對了 恭喜艾成導演得到一個讚子 太甜了 通常大家會猜到的都是用 鹽塊水 實際上要好吃的話 就是用礦泉水 充滿了礦物質 只要下去泡的時候 它青菜會產生活化 那一定要泡過水 它才會好吃 那差不多要多久 5分鐘以上 所以下去之後 慢慢地把它搓 稍微把它捏一下 它經過這樣子軟化之後 經過5分鐘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清脆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的洋蔥 它本來是辛辣的 泡過水之後它會變甜 它就不會有味道 我知道 然後很健康 不會嗆 它泡過的話 一些的雜質就會流出來 因為我們稍微已經有泡好 來 有泡好的 我們可以看 這是沒泡的 它很神奇 它泡完之後的感覺上 好像它發過了有沒有 好像有 它蔬菜竟然可以變得更膨脹 更有生氣的感覺 所以你現在吃的時候 它會很甜 你吃這個 不行 那個會有點苦 師傅 你等它吃了才講 真的 你講這個 我其實在害它 你也太快了吧 那是甜的 對 那就綜合一下 是不是很甜 對 各位 有差 它味道的差別 真的大了 放進去一嚼 馬上就可以知道 它有差異了 那洋蔥你可以再吃一下 對 它害你了 這吃起來很甜 所以你要這樣子中了一下 然後就好了 好 這樣就OK了 真的耶 這後面 後面真的真的比較不辣 對 所以這個效果就比較好 所以要泡一下 我竟然會被騙了兩次 接下來我們就要打蛋 打蛋有一個方式 我一定要教給大家就是 蛋打一個 倒一個 要不然你打到另外一個 又打下去的時候 它變壞蛋 壞蛋全部都壞掉了 你不是壞蛋 你真的是一個小撇步 所以一定要這樣子 慢慢地把它打 在打蛋的時候一定 這個要把它打開 師傅有那個打蛋器 它也是開開的對不對 對 其實打蛋器它的面積太大 所以你用這個筷子最快 它顏色好黃 對 它接起來才會像 我們要做蛋皮 所以做蛋皮當中 我們要加一樣很好的一個 東西 很好的東西 對 它也是一個 就有考題 就出現了 對 為什麼要祕密武器呢 其實因為我們今天的蛋皮 超難煎的 不是太薄就破掉 或是就焦掉 沒錯 今天來考考大家 請問 在蛋汁裡面加入什麼東西 可以在煎薄蛋皮的時候 讓它變得又香又不容易破 1 地瓜粉水 2 玉米粉水 3 太白粉水 三組請搶答 是 太白粉水 為什麼 因為太白粉 它就可以很像勾芡那種感覺 它就會讓那個蛋衣的 張力比較強 對 請問一下我們葉廷 答對了嗎 恭喜你答對了 對 恭喜葉廷得到一個 贊子 太薄 太薄了 我這個是不是壞掉 妳先去看看 妳看 好的 是妳手太慢了 對 5057 它的比例就是 一湯匙的太白粉 一湯匙的水 下來把它做一個攪拌的動作 四顆蛋 對 一湯匙就可以了 一湯匙就可以了 這裡面有兩湯匙 我們加一半就可以了 我們在煎的時候 因為功夫不夠 對 我們又不是師傅 還有那個薄度 厚度 沒辦法平均 你知道嗎 這個很簡單 先把鍋子燒熱 之後抹一點薄薄的 一點點的油 這個不沙鍋 它本身比較好的話 你就不用太熱 倒蛋的時候 就是一隻手倒下去 然後一隻手要滑動 要分工合工 不管你用哪一隻手倒 但是另外一隻手 一定要讓它的滑動 不能讓它固定的定點在一個地方 然後這時候 剛才有沒有發覺 我們這個好的鍋子 你就不用放油了 對 對 不沙鍋 放油 它沒有放油 這個蛋白質的軟鈴脂 它產生一點點的油脂 下去煎的時候 等一下這個蛋香 很像蛋糕一樣 就很像香 漂亮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 它轉動的 不會讓它固定在一個地方 所以它的厚度 就慢慢地可以擴置住 會均勻 動作越快 它越薄 動作越慢 它越厚 越厚 好不好 媽媽們要注意了 你在煎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它會稍微跟你招手 這時候你就可以翻面了 因為它會撞起來 對 它會撞起來 這個旁邊有沒有 這邊 有沒有 這樣子 還有 還是給我一個 我們現在要把它翻起來 這時候上面還沒熟 所以記得 這裡面的溫度差不多有80度 每個人的手溫都可以 可是你在翻的時候速度要快 什麼 這麼好 對 好漂亮 抓起來之後 超過10秒鐘 記得就是這樣子來 拿起來 所以你要再 這樣就起來 好漂亮 可是來 好像長餅 再聞一下 是不是很香 好香 我穿一直帶60的 香 它真的好香 對 原來煎東西還有撇步的 好 有沒有 它在跟你招手 這個鍋子要買好一點 這個時候來 輕輕鬆鬆地把它抓過來 好 在師傅在處理蛋瓶的時候 請問一下我們現場的來賓 好 我們來問葉婷好了好不好 好 這個平常有沒有在下廚做菜 其實 我是還可以做 但平常因為 我跟婆婆住在一起 所以這麼 她這麼喜歡做的事 我就不會跟她搶 人家說一個廚房 如果有兩個女人 其實大概去年吧 去年我婆婆就 心血來潮 就想說 每年都是她煮過年的年夜飯 給我們吃 大拖的 對 所以她就想說 婷婷 今年讓你們表現一下 今年年夜飯就給你們做了 手忙腳亂了吧 就很緊張 很緊張 壓力很大 我就拜在一樣東西上面 對 哪裡 對 就是 煎魚 煎魚真的很難 每個人的過程 畢竟 煎魚很緊張 因為你怕魚下去 會噴到自己的手 油爆 結果下去之後 我的魚的皮都不見了 那個平常 這個難度最高是這裡 就是要煎一個白昌魚 起來都糊糊的 對 魚皮煎不見還算 有的煎到整個都 它都破亂掉 都會 煎魚不能淹 鹽巴 你如果越淹鹽巴的話 水分越多 然後煎起來越會變 會噴 還有油不能加太多 加葉多它也越會噴 本身 魚裡面就有魚油 你就不用放那麼多油 直接下去煎 因為鹽巴是鈉 鈉 經過蛋白質這樣子醃漬的話 它會出很多的水 吃起來的魚肉就會很硬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要來煎肉 煎肉的時候也是一樣 冷鍋冷油直接下去 冷鍋冷油 油花 你看看 師傅 你沒有放油 不用放油 因為它油花很漂亮 豬本身都有豬自己的豬油 對不對 它油花分不很夠 應該因為溫度一高 就會把它逼出來了 對 魚下去煎 看起來好嫩 油 可是有時候你在做菜的時候 通常液到不嫩的怎麼辦 怎麼辦 對 我有一個小小的秘訣要教出大家 要有秘訣 蘇達小小秘訣 手準備好了 是 請問 要使肉質軟化 柔嫩順口 用以下何種東西醃漬 最有效呢 一 小蘇打粉 二 蛋液 三 鳳梨汁 三 主 請搶答 來 來 陳跟道遠 應該是 蛋液 鳳梨汁 愛陳能否受到 幸運之神的眷顧 答題成功 好 來 陳跟道遠 應該是 為什麼 我覺得鳳梨汁裡面 也可能有一點點的酵素 請問一下 師傅 我們愛陳跟道遠答對了嗎 恭喜你 答對了 鳳梨汁 太快了吧我們 為什麼 菜 對 因為肉的蛋白質要讓它軟化 鳳梨汁它有酵素 其實木瓜也可以 可是木瓜的酵素沒有那麼強 可是一斤的話 加小朋友吃的小湯匙 半湯匙就可以了 這個肉已經切 已經煎得差不多了 怎麼那麼漂亮 很漂亮 那下去之後 我們先稍微切一下 太 好漂亮 太扁極了吧 這吃起來的肉質 其實很嫩的 很粉嫩 漂亮 其實真正的好的煤肉 下去煎一下 就這樣子就可以吃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下去 稍微炒製一下 所以 起來先把它切一下 先把它切聽 到時候會第二次料理 對 第二次料理 這兩個都可以吃了 師傅不要一直Cue它吃 Cue我們吃比較好 對啊 它味道很甜 它的味道很甜 而且它其實這樣子已經夠了 那個油 瀰漫出來 好香喔 它的那個油質豐富很廣 但是吃起來不膩 而且非常的坦 很Q 對 我們倒下去 我們現在要加味道 那這玫瑰鹽一定要現抹的 CUSSE 你看那個CUSSE 對 那個濾凍 對 然後下去之後 加上一點點的黑胡椒 對 這樣就很好吃了 然後你要更好吃 就很簡單 這樣就很好吃 我們就是加上一點點 純亮燥的醬油 一上一點點就可以了 上色 上一下顏色 一點點 對 千萬不能多 因為有玫瑰鹽了 這個我們等一下 稍微炒一下 它其實它一定會完全熟化 真的 漂亮 要有好吃的料理 就一定要好的食材 真的 所以我們平常購買食材的時候 都要注意 聽說我們秀琴姐買食材有些 特別的事情 沒有 因為我們就是 就固定有一些攤販 有一次那個攤販會送到我們家 然後我老公要出來付錢 他說林秀琴 你去一個市場就會要我付錢 要付到4500 是買到什麼 4500 他說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限量的一些石書 然後這個剛採下來的櫻桃 然後... 下來 對 都是最貴的 我們能夠體諒 有夠體諒 但是有的時候 一直買太多 放太久 反而不新鮮的 牛肉也嚮得好香 救命啊 是玫瑰 對 玫瑰鹽跟黑胡椒就可以了 來 我的馬雅先整個攝影 都是牛肉的味道 這是裡面的餅子 瀰漫 它吃起來香氣就會比較香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包 我們要加上一點點的沙拉 大麵具有趣嗎 好美味 我們的香鬆 然後先把它 好漂亮 這個直接把它 謝謝 是不是這是熟的對不對 對 這是熟的 這樣就可以吃了 我們好像衝過去 就是我們要插一個櫻花蝦對不對 對 櫻花蝦 櫻花蝦的話油溫一定要熱 如果油溫不夠熱的話 它插起來就不香 然後它會含油 所以這個油溫一定要讓它 到180度以上 180度 現在要準備下了 來 稍微丟一下 有沒有 溫度上升了 來 小心 對 下去的時候 差不多20秒要起過 知道 好漂亮 好香 好 馬上撈起來 快 這個好香 好了 油亮亮眼神 還真的耶 有沒有聽到聲音 有沒有 這個聲音 就表示正確的 這直接把它包起來 對 把它捲起來 是不是這樣捲 要注意不會破 對 要往旁邊一拉 慢慢拉 它就不會破了 這個你不能擠了 對 這個不能擠 最後的步驟 然後要一直往後推 不然就前功進氣了 對 剛才我們把蠻愛的意思 為什麼裹在蛋皮的邊邊 就是圓圈的邊緣 就是我們現在捲起撞的時候 是的 它可以互相的附著 對 你捲起來的時候 就比較能夠成型 它的醬糊 對 所以這個份量 其實可以多一點 再擠一點沙拉 鮮肉飯忘記了 然後再過來 蟹肉 蟹肉飯 好飽 蟹肉飯真的超好吃的 很過癮 我們切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橫切面 它那個蛋皮很薄對不對 但是它因為捲起來的關係 產生了厚度配合 它因為這是海陸大餐來著的 我們現在在成本當中 我們要先調一個醬 一般大賣場 可以買到的水果醇 這樣子喝很甘甜 一年純亮燥的 直接讓它自然發酵 產生甜味的果甜 差不多三大匙放進來 這是桑聖的 桑聖的口味 然後這個 一大匙 180天純亮燥的醬油 就把它拌一拌就可以了 它自己用 就這樣子 對 就這樣子就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拍盤 好 現在是蛋皮嗎 對 沒錯 太高了 這個直接把它擠上去 真的五星級的 把它疊上去 然後再過來這生菜 為什麼我要放進去 直接把它抓一抓 整個蔬菜都有讓它吃到這樣子 還有我們剛剛的梅花豬肉 對 梅花豬肉就把它放進來 就這樣子這麼地簡單 因為它跟上去在一起的 所以它吃起來會很養生 所以這個真的 減肥餐吃這個最棒 真的還有減肥 女生 適合我們就這樣一旦吃了 然後直接把它淋上去 這麼豪邁 對 來 淋上去之後 記得 我們要加上一點點的水果在上面 奇果 然後加一顆的 真的是很健康 對 幸好兩顆 好健康的 好 我們的玫瑰牛肉櫻花卷 現在已經完成了 在這邊宣布一下成績 恭喜我們的艾成 以及道遠有兩個在恭喜你們獲勝 現在馬上我們上餐囉 配生菜吃 而且有它的醬汁 還有醬汁 你可以 好辣 你可以吃漂亮好看一點嗎 講一下 我要感謝 台節目後所有的工作人員 我們在打造這道菜的時候 大真的非常地辛苦 真的 換我 我吃牛肉 櫻花蝦太厲害了 它完全是在裡面點綴它 然後就是剛好口感裡面 咬起來會有點脆脆 淡淡的聲音 然後它的蛋皮是特別地Q 反而跟熱的有不同的口感 會有層次的感覺 太誇張了 太厲害了 太棒了 恭喜我們的艾成已經道遠 太棒了 歡迎上我們的食神獎杯 謝謝 我們歡迎 我們會有獎杯 真的假的 真的嗎 你怎麼還講 道遠你拿好小 在這邊我們也特別謝謝 我們的洛石鋒 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好吃料理 連貴牛肉一路花絕 謝謝特別來賓 謝謝 謝謝 記得這次晚上 7M那邊幫你收看 我們好好看的 CP進行